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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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桃圆伊北到基隆宜兰 高温略下降2到3度左右 其他各地温度变化不大的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丁宁就要提醒大家了 这个周末假期明天天气晴朗可以出游 但这些温差要留意的 礼拜天的时候基隆东半部降雨会增加 北台湾温度到时候会略微的下滑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呢 在北部天气还是来的比较晴朗稳定 阳光都可以露脸 白天温暖 但早晚稍微有些凉意 降雨几率都在20%以下 基隆22到25度 台北23到28度 新北23到28度 新竹苗栗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8到29度 低温在20到22度上下 而中部地区在明天呢 同样也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形态 但日夜温差大 台中22到31度 彰化21到29度 南投21到31度 云林21到30度 嘉宇21到31度 但是夜晚到清晨 西半部要提防局部浓雾 南部的空气品质还是比较差 台南22到29度 高雄24到29度 屏东23到32度 阳光都会露脸 降雨几率都是零 而东半部地区来看的话 明天迎封面 虽然在花莲 宜兰 可能有些局部零星降雨 但雨不多 阳光还是有机会露脸 台东多云道晴 宜兰22到26度 花莲22到28度 降雨几率都是30% 台东高温29度 外岛多云道晴乐 金门高温27度 而未来天气 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年礼拜六 天气还是来得比较稳定 温度还是比较温暖 礼拜天礼拜一 东北风稍微增强 被台湾温度略下降 东半部降雨增加 中南部不受影响 下礼拜二 天气就会回稳 锁定台式气象 君开每天跟您聊天起